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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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来到数据寻寻環節 今天早上有KK和大家一起用不同的寻寻指标 或者大数据去篩选股份 KK,早安 早安,你好 早安,KK 昨天港股除了提早收市 不是因为风暴因素之外 有一个数据也是昨天的大市 挺有值得去探讨一下 就是说的沽空比率 因为昨天看到收市之后 看回数据 沽空比率就去到大约11.5%左右 即是大约是十个月以来低位 这个数据出来了 有没有什么启示给到今天各位家庭观众 以至如何引申到我们今天简估尋寶的原则 是呀,近期大家都知道市场是非常弱 是 是 但是每每一个反弹的时候 沽空今天应该会增加 增加了 大户可能会因为这样 而短期看探可能会有些调整 就是沽空简单看 大户在短期之内 先入股票 先沽了先 然后低位再买回 如果你说昨天的沽空比率是比较低些的话 甚至乎这一转的行资反弹 是否投资者大户 会比较持续性会耐力呢 所以今天就选一些过股 如果沽空比率仍然是高的话 会不会引来一些短期的平仓 而令到短期短线有些反弹的机会 是的 沽空比率也跟大家做多一些功课 可能大家经常听 在我们的场景节目听过这个字 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成交金额 一只股份成交金额 里面所沽空的金额 是占成交金额是多少 你当我们今次的尋保条件 KK你给了我们 就说沽空比率要高过三成 另外市值又要大 如果你说沽空比率高过三成 那是怎样呢 意思就是每一百元的成交金 起码有三十元就是做沽空的意思 是的 就有三十元 或者我们叫三成的投资者 就是做了一些短期的淡仓 如果你说大市正常来说 平时就一成两成左右 多过三成以上就非常之大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选股条件 就是看哪些多过三成的沽空比率 是的 加上用市值来看 他试有选择一些太小的股份 又难选择的 好不如这样 就跟着这两个条件 沽空比率超过三成 市值最大的十只股份 篩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拿个放大镜出来一起尋保 好 结果出炉了 版面上十只全部都是沽空比率超过三成 股份当中包括油柱行、至今矿业、长城汽车 可以自家、保城、渣打、中广核电能、跪程、理想和中通快递 KK 就这样选择下去 今天全部都符合你刚才第一回合的条件 眨眼望 是否可以选择的股份 其实都不是少 是的 其实你见到很多股份 在一转股空比率都这么高 其实股价 你只要看一看图 全部都由高位调整得很深 所以都可以想想 是不是已经短期 它们在股值出现一些反弹的机会 以及各行各业都有 在数据层保里面 你见到一些强势股份 可能都有时候会熟口熟面 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现在是拨一些短期技术走势 有机会突破甚至反弹 在里面 就是连接基本因素 确实它们都有些反弹的机会 譬如你很简单看一看 有些银行股份 你见到保城 又或者是油柱行 又或者是资源类相关 汽车相关 确实调整真的很深 短期的价值上是否出现 甚至乎淡油都已经觉得这些水位差不多了 大市如果真的反弹 它们会平一平仓呢 因为最主要看的是 短期如果市真是弹的话 这一堆的沽空投资者 可能会做平仓 平仓买上去那一刻 大家我们就叫做cover stock cover stock 股价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去抽升 不是代表它们基本面可能会改变 只不过短期的资金流可能会出现变化 我们这一刻主要想看哪些沽得够深 看看有机会反弹 这个主要是今天拿股空比率出来 和大家讲一个策略 但是就这样看上去 从股空比来看 可以你说股份不是少 加一个指标 看看是否有一个短线反弹的迹象 应该看什么指标 如果是很短线的话 其实做个小小功课 就是把现在版面上的一些股份 你将最短线就是说这三天 为什么会选三天 三天线这个选择呢 因为你看到行指在过去三个交易 开始是低为有些反弹 如果你说开始反弹的话 他们因为一些弱势股份 会不会开始出现一些短线的小黄金交叉呢 今次就选三天线和十天线 如果三天线是升穿十天线的话 短期可能会出一些买入讯号 OK 总之我们用三天线和十天线 看看短期有没有一个显著改善的迹象 就是显示一个买入讯号 不如看看刚才十只股份 又有多少只股份做到这个条件 拿个放大价出来再次寻补 原来筛选出来的结果 我有点点意外 因为刚才问KK 你说看上去十只都好像选择多 加上这个条件 听起来好像都很厚 短期内角反弹动能强的 都有七只 更加不知怎样选择 我现在真的要请教你了 是的 其实七只里面 你会看到真的在三天线和十天线 出现一些小型黄金交叉情况 老实说 如果大家看着股价方面的走势 好像每一只都选不下手 是呀 看上去很噁心的 是的 我们可以再仔细看 因为今天有一只股份 是特别凌厉的升得 是理想是吗 是的 是理想2015 是 真正是刚刚它是由三天线 升算十天线 嗯 由昨天开始 今天就刚刚出现第一天 所以看到升势比较明显 是呀 我相信是刚刚公布了 九月份 十月份的数据之后 其实大家看到 理想好像不算太差了 所以在基本面有些改善的情况之下 股价由一百六十多元的位置 跌了一百多元 现在这些位置出现一些短期反弹 甚至乎一些淡油收一失手 然后反弹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 它们还有上升机会的股份 嗯 刚才说到理想 出了一盘数据 其实那时 11月2日 一堆新能源车 都公布了它们的交付量 那时车股就个别发展 是唯一只理想做得好一点的 当日 它那个交付量 按年都增长 三成一 又有大罕唱好 其实呢 种种因素看上去 图表上 加上你刚才说的技术走势上 就叫做一个转势 那我就似乎都当这一只 是你今次今次的简类比较 首损的股份 是 怎样操作呢 其实呢 如果今天呢 你见到它的走势 是很明显是升纯上去 我觉得 如果真是在短线做操作呢 可以看一样东西先 就是看呢 今天 即是半天的沽空的比率 会有多少 因为不排除呢 就是它前那几天 cover shot 完之后 现在的沽空会增加 所以我想 在已经过了去 交易整个小时了 如果大家是有机会 去到十天线 那当然最好 如果真是不再去进一步 去博去反弹呢 看看在半天的沽空 金额方面 会不会减少 可以之后再做部署 好的 那暂时的理想 都升到5%左右 其实它加上ADR更厉害 升到一成多 其实说真的 刚才我们主要抽那只理想 不过你说 其实其他股份 都值得留意 是 其他比较首选的 都可以留意 就是攀程 还有由储行 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不是有反弹的情况 是 不过呢 節目时间真的差不多 我跟不到你 逐一只谈 而且这次先谈 多谢你 休息一会儿 一节的财经消息 有调查显示 香港企业活动略为改善 收缩幅度没有之前那么大 标普全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由半年的低位回升 10月份报49.3 虽然仍然在50以下的收缩水平 但是扭转之前四个月的跌势 受访企业透露 由于经济转差 疫情反复 客户的需求减弱 虽然跌幅较9月份收窄 但是内地的跌幅就扩大 而且供应拖延问题轻微恶化 原材料价格和员工的薪酬上升 令到整体投入的成本升幅 创半年以来最高 要加价将部分的成本转价客户 反映通胀压力加剧 企业虽然连续三个月看淡前景 但是悲观情绪缓和 只要疫情进一步回稳 业务就有望好转 人民币方面中间价连续跌五日 继续建接近15年以来的低位 美国持续加息之下 人民币继续受压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最新报7.2472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跌275点指 是自2008年1月22日以来的低位 现货人民币方面 在岸价和离岸价都在7.3水平 另外人民银行进行 7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回笼 2330亿元人民币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恒生指数一度跌幅扩大到405点 当然过去两天累积升1100点 回400点都是回部分 十天移动平均线没有跌穿 最新跌幅收窄 跌358点 内地股市走势稍为偏远 上证指数早段稍为跌多些 但现在都是0.3% 上证是0.2% 下到3000点以下少少 最新上证2997点 今天都有些焦点消息 值得大家留意 如果说内地 第一就是数据 财新的服务业数据 稍为比预期差 不过当中的小数 有些人就赞 给个like 稍后详细再说多些 另一个就是动态清零 今早都一直说 国家卫健委提到 坚定不移要坚持动态清零 究竟会不会削弱大家 之前冲警内地 放宽什么防控 会不会冲警幻灭 待会问专家 做好办法 有光复股 稍后会多说些 另外军工 个别内房 汽车股都是做好的 我们找专家有林家琪 KK你好 Hello 你好 是的 我们先讲一些焦点消息 我们今早早 有这么多样 第一个动态清零 第二个数据 服务业 你觉得对经济的启示 大不大 当然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说数据好的话 因为现在内地的经济 其实是一个转型当中 不是再靠一些很传统制造业 都是一些抵生服务业 但你看回今次财身服务业 PMI 其实情况不算太理想 仍然在收缩当中 但如果你说在之后 或是在细数里面 见到一些亮点的话 相信这部分可以贡献多些 又或者是回复 因为以往都是 一些服务业的PMI 有时你转强 其实反映了 经济动力真的抵合得到 今次会不会或者 未来会出现这些情况 虽然今次大数看不到 但你说细数有亮点的话 又未需要看得太过 内地的经济悲观 不如我们说清楚一点 其实大数来说48.4 都是弱点的 五个月低位48.4 即逢这些数大家不难看 再又重新一次给家庭观众 低过50 即是主题正在收缩 现在说服务业 低过50即是收缩 48.4 但有什么好 又说收缩 原来看细数里面 说到就业 就业那里是今年以来第一次扩张 企业展望 亦都由近半年低位反弹 你觉得有没有帮到大家多一点信心 当然会好一点 当然你说就业那部分是有个抗张 即是一些公司聘多了人 因为你生意好才会聘多人 虽然你说全个行头 因为服务业都分很多款 你餐饮也是 你金融相关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服务 律师那些会计师 都是 但如果你说就业情况是好一点 证明了 起码有一些经济活动 会好起来 如果你说在之后 再多买一些 可能再传统一点的 比如说一些消费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企业开支 大家可能会预期经济 开始有一些活动 不过在今次的数据 我觉得未必可以完全作准 老实说 因为你十月份 你距离九月份去比 可能大家或者是做生意的都知道了 是有生意才可能会聘回一些人 你未必是持续性 跟一些存货一样 你见到也是的 存货突然之间少很多 那就买一些货 会不会是一个年尾效应 只是在十一、十二月好一点 所以持续性 我觉得都很重要 其实财新的经济学家 都觉得 我见他两边都说一下 有些担心的 就是说总体来说 整体他觉得内地经济复苏的基础 都是不稳固 当然他说 就业那里好一点 但是都要留意企业的成本 就上涨 这方面也是一些负面人优 值得大家再观望 还有我刚才说什么 坚持动态清零 如果真的再继续防控 对经济的影响是怎样 大家都明白 之前都会对企业的营运 都或多或少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当然 指数最重要 我们讲股票 不如就这样 KK 又是两看 下面淡上来 近日内地股市是不错的 但是又是一顶低过一顶 都未突破 是的 未突破 昨天和今天 他都很想突破 我自己就看回昨天的高位 因为如果你用回上证昨天的高位 你只要留下9月的高位 和10月的高位 就刚刚是一个下降的形态 如果你说短线 它能够站在上面 甚至乎有些叫做基本消息配合 我们今天刚才说的PMI 这些数据 甚至乎是国家政策 又或者是人民币 这些的话 可能就会有些突破 但是你看回隔晚 美元的走势 再加上今早 离岸人民币 都是仍然弱 甚至乎是有机会 进一步跌穿某些水平的话 暂时看上证 真是比较难些 期望就不要说突破 这个下降形态 站得住3000点这个水平 可能你说一两天 会不会有些机会再向上呢 我觉得现在是变得很观望了 因为外围不是美元转弱的话 我想资金短期真的流入 由香港这边北向流入A股 之前是减的 会不会有机会加回呢 这些都很关键 过去五个交易日 根据A stock统计 我刚刚想补充外资的取态 先沽多个买 过去五个交易日 有四天都是减沽出的 譬如像今天这样计算 现在暂时沽出了9亿左右 昨天沽了75亿 量都不少 看看内地的基金大佬 是否定不定得住 我只是在减货 聊一下 不如这样 焦点板块 有些会不会 可以跑赢的事 大家可能都会想想 光复力行不行 当然老实说 我们对内地的股份 就不太熟悉 但见到有些都很精神 应该头两只 比较小 升幅也有超过一成 还有些龙头 例如龙基绿能 股价是稍微偏远的 各位他有新 product 什么新 product 龙基绿能 推出新一代的光伏组件产品 说搭载了市场很关心电池 首次集团披露新电池技术 第一次亮相 什么好事 可以推动光伏化电的成本下降 当然今天的估计反复 都是偏远为主 但整个板块有些人炒盈利 例如大全能源 它是科创50指数的成份股 大全能源在头三季的盈利增长超过一成 所以都是带动到内地的创科指数 都是做好 我们都要问问KK 消息大概说了 都很个别股份的消息 你觉得这个板块看不看好 还有我们港股 今天都有些股份做好的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 有两只 6865、968 都可以升 交给你讲讲你的意见 其实光伏股份 以往我们看 都是看一些国策的消息 其实已经去到 光伏2.0这个炒股阶段 是 怎样说呢 因为个别一些公司 他们已经不是单纯 靠一些国家的政策补贴 令到他们知道要赚钱 或者可以炒 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吴嘉雯也有说到 无论是技术突破 又或者是个别公司的盈利表现 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市场化的阶段 所以你说这个板块 就是在过去一两个月 很多各行各业的需求 甚至乎量做得不太好 但是光伏相关 无论由上游的需求 去到下游的发电 其实这个情况是比 整个大环境经济理想 所以我觉得个别股份 当然不是说去一些炒作概念 如果你说 即是未来 无论是出了第三个业绩 又或者展望第四季 明年的第一季这些业绩 是好的话 反而我觉得这个板块 确实都还有一些动力 那当然你说今天 又或者近期 A股的气氛 你就不是很明显 传递到到我们那里 因为都真是很个别的 但是如果在某些股份 尤其是做下游的 比较多些的一些发电 即是光伏发电相关 我觉得因为成本低了 有机会 那未来的盈利便会好些 这些大家可以看看 而上游的 如果真是在短线 尤其是做之前 大家我想炒得最多 是玻璃相关 光伏玻璃 那些开始的收入和盈利 开始是横行整固 甚至乎有机会 再有些叫正增长 那其实以回内地 对于光伏电场的需求 甚至乎对于光伏玻璃的需求 都仍然是大 我觉得那些股份 在未来有机会 有机会变回上去 嗯 好的 那现在确实是 头两只是光伏玻璃 六八六五 其实就突破了十天 二十天和五下天线 今天去到超过一个月高位 第一只福来特玻璃 股价上有轻微突破 好 当然稍后再跟 休息一会儿 来到即时密博的时间了 今早港股跟随外围下跌 曾经跌超过四百点 现在还跌三百多点 今早早令跌的行业除了医药股之外 还有航运股和本地的地产股 国际行业龙头马士基就说 运费在上一季已经很明显见了顶 而且开始正常化 海运公司的利润 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将会下降 一众的航运股今早都有受压 当中留意到东方海外跌超过半成 海峰国际跌超过百分之四 中原海虹跌超过百分之三 而地产股方面 留意美国连续四次加息四分一厘 有分析说 本港银行可能会再上调最优位利率0.15厘 适合有机会上升 部分本地地产股都会受压 现在见到新世界地产跌超过百分之二 至于新地跌超过百分之一 做得好的一些领寨行业 除了中资电讯股 还有一些中资的电力股 今天多只都能反弹 电力股方面 看到中国电力升超过百分之七 华电国真的升超过百分之三 华阳电力升超过半成 而中资电讯股都能升 即使密博看到这里 回来节目时间了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大市最新的情况 看到港股刚刚一度跌超过400点 现在跌幅较为收窄 但仍然跌三百多点 跌347点 报15479点 A股方面 上映3000点的水平到徘徊 上昌落落的格局 最新跌2点 报301点 深淨成份指数跌16点 报10861点 港股后市情况 我们这一节嘉宾 都有李泽永、Alan 和大家跟进 你好Alan Catchina 你好 Alan 帮大家看看时间 看到港股11月份开局 过去两个加逆日 升了1100几点 大家现在都关注达威尔说的言论 看到港股刚刚一度跌超过400点 后市情况是怎样呢 10天线又受不受到 我想经过两天大幅反弹之后 其实反弹力很明显就减弱 似乎市场本身在憧憬两个因素 其实都是落空的 第一个刚才提到 达威尔过番的言论 因为本身市场冲政 虽然加息0.75厘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但本身估计联署局 会不会因为近期的经济数据 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加息的步伐会减弱 同一时间 态度会不会转得更加隔牌 但出来的结果 宝易似乎似乎是更加赢的 似乎就进一步上调了终极利率的预期 所以你看到很明显 据回言论之后 其实12月那次加息的比率 本身加0.75厘的比率本身都很低 现在其实比率是在上升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落空 第二个之前市场就一直在传 就是内地的防御政策 会不会有一个松绑的可能性 但自从昨晚内地国家卫健委 出了一个比较强硬 亦都是很清晰的声明 就是提到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 都会贯涉这个方针 同一时间就是动态清零这个政策 应该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大的调整空间 所以之前憧憬可能内地的防御制限松绑 这个炒作我想都是在一步落空的 所以看到反弹上升的动力 就真的逐步在减弱 但是在大市北京之前的跌幅也都过大 所以短期里面出了一步穿底 我觉得的风险应该不会那么多 所以现在你要看短期内 恒指在1万5至1万6之间徘徊 首先可能会看1万5 或者check1万5支持的力度 是否足够 所以短期来说可能会有少少向下的压力 部分如果过去几天 升幅或者反弹得比较多的板块 例如科学板块 或者BioNTech的板块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压力 我们看到恒指这一刻跌378点 报在1万5447点 都看完活跃港股的表现 活跃港股入面的股份 有一只腾讯现在排在头位 百分之二过外跌幅 报225元 第二位的阿里巴巴都跌半成以外 美团又跌2%以外 康圈洛生物2.3个外跌幅 108.2 物量跌少了 比起早段 若明生物都有份上榜跌2%以外 第六位的股份 多看一看 有只都是若股 社若集团 百分之九个外跌幅 9.09元 凝赴基金要跌3.07元 港交所方面 以及恒生中国企业 以及南方恒生科技 几只股份 都有2%以外跌幅 我们再找Alan和大家谈谈 刚刚数会的港股 几只若股都有份上榜 刚刚你都提到 今日的若股有些压力 看看表现 今日的若股都是要向下的格局 当中 培华康圈洛生物 葛礼制药都有9%过外跌幅 復星医药都跌近半成 若股数下去 都是个别发展一点点 都和Alan谈谈先 大家都看着 债息方面 又上去4.1%的位置 部分的生物科技股份 都受到影响 要向下 问一下Alan 先 若股方面如何保存 若股方面 过去几天 如果反映特别多 若股的话 我看过调整压力 也做过增大 第一你刚才提到 因为十年国债的债息 其实又再抽上去 所以本身这些高估值的股份 其实股值压力 也开始增大 其次就是 若股过去几天升幅特别大 其实就和新冠治疗特效药 和新冠疫苗相关比较大一点 那类的反昂幅度是比较大 因为之前就在炒 可能内地会有机会放宽防疫政策 因为放宽防疫政策 可能对于新冠特效药 治疗药 密口复药 或者疫苗的需求 可能短期内会大增 但就看回内地的防疫政策 似乎没有太大的调整 现在主要都是以防控为主 未过度代控 可能就以疫口治疗为主的一个阶段 所以可能就对于这一类的医药股 其实利率好作用相对有限的 同一时间就是见到过去的 几个升幅都这么大的话 本身就有一定 或者是比较大的调整 或者是一个获利的压力 见到个别的消息 今天都是看着康熙乐 今天都一度臭胜 差不多六成过外 今天来说 其实看回康熙乐 估计已经是年升了八天 累计就升了两倍 今天就有点回吐 两成多过外的回吐 因为公司就发了公告去到说 大家关注江苏等地 开始用公司的新冠吸日式的疫苗 但是预期相关的产品 就不会令到业绩方面大幅增长 看起来同行和新冠疫苗相关的消息 口服药方面的消息 就是戈离制药 早前他们也有个新冠口服药方面 申请美国新药的临床试验都获批 看到就申请新药的临床试验 昨天股价也有点支持 都是几成几成的升上去 跟Alan谈多一点点 接下来这一类型的新冠疫苗 或者新冠口服药 和这些相关的消息 是否都会继续令到相关的股份 都会继续波动呢 我想如果突然间会有好些输出的时候 对估计来说 会有一个短期次的作用 但是长远来说 的确真的对他们的业务 或者收留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 因为你看看欧美方面的案例 其实自从原棉开放之后 无论对于疫苗也好 或者是新冠口服药 或者得效药的需求 其实都不是真的太高的 因为你看回最早出的新冠得效药 即是无论Visor 或者Merk的业绩去看 其实口服药贡献的业务的比例 其实是极低的 我想现在全世界可能只得回中国为香港 其实防疫政策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 可能对无论是否好 或者口服药也好 都有少量的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 就未必真的可以潮到下去 所以这一轮如果是炒这些 无论疫苗也好 或者口服药也好 升上来的股份 可能短期的股价向压力也都比较大 康契乐就会特别少少 因为虽然他的技术 吸入这个疫苗算是有少少新泳 但是本身他的技术进路 都是一个腺病毒载体 腺病毒载体 其实在新冠疫苗里面 也不是一个主流 在外地主要都是以灭活为主 以海外通常都是MNA的疫苗为主 所以腺病毒载体 其实大家都比较怀 就是他未来的发展的路向 还有多大的潜力 要看实他们的潜力是怎样 康熙乐心 早段曾经落贩100元以下 现在有2.4个跌幅 这次和Alan聊天 先休息一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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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